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我是彦荣老师 那么今天是4月1号 那么彦荣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从这个3月19到3月21号 连续三天预告的6197的加币期呢 四天四支涨停咯 那么假设你没有跟上这个加币期的朋友们 我们在4月份的翻倍计划当中的第二档股票 它叫做文房四宝 它是多题材性的一个股票 它是法人的最爱 那么有兴趣的朋友们 想要跟上的朋友们 欢迎留言加LINE进来留言178加1 或者是178加1 联络电话178加1的LINEID 来跟上我们的行列哦 请锁定今天的节目 欢迎收看股市A指标 我是彦荣老师 那么台股在今天整个行情的一个走向当中 虽然是一个开高走低的格局 但是整个多头的架构还是没有破坏掉 所以呢如果你有一个正确的方法 或者说你能够加到一个正确的一个粉丝团 找对真正的好朋友 我相信今天这个盘面啊 其实呢还是有很多的机会 就好比这一个 好这个是6197的加币期 加币期呢是我在这个3月19到3月21号 LINE当中所做的预告 那么在这个地方啊 4天拉了4支涨停板上来 那如果你有加LINE进来 有留贴图的 你当时都看得到 这个机会是属于大家的 那甚至呢在最新一起的周报当中啊 那么彦荣老师跟你邀请的 那么在这个地方啊 那么AI散热需求显著啊 那么可以带动这个 全新投入这个 军热片的业务的这个 2486的一拳啊 那么在这个地方 整个营运向上 所以呢 燕隆老师率先来跟你做一个预告 那么在这个礼拜六的周报 也就是这个3月30号的周报 跟大家所做的一个分享 那今天呢 一大早呢 就看到涨停板了 那甚至呢 在这个同样是周报当中所预告的 我特别邀请你的 我说 辉达网通产品销售加温的股票 那么是谁呢 我也邀请你来了 他就是丰益 6189的丰益 这个也是最新一起的周报 所做的一个分享 那果然呢 看到涨停板的 这就是燕隆老师呢 要跟大家谈的 只要方法对的 只要你跟对人的 那这些你就有机会 就有机会 好所以呢 如何来得到类似的一个操作 那当然重点 第一个 你要来加入燕隆老师的LINE粉丝团 第二个 如果你有兴趣的 也可以来留言 来把我今天啊 邀请你的文房世保 直接把它带回去 那如何在我的LINE当中留言 那么你可以透过LINEID搜寻 小老鼠小A178 或者是拿起手机 打开LINE当中的行动条码 来扫描这一个 那么就可以来做一个加入 那么就可以来做一个这个 包括索取这个周报啦 或者是有一些 比如说你股票有问题了啦 都可以透过加LINEID进来 来做一个咨询 那或者说在这个地方 有任何的一个问题啊 要参加会员的也可以 都可以透过加LINE进来 来给燕隆老师留言哦 那当然提醒大家 我们这个是全新的频道 也欢迎大家来订阅我们的 这个频道哦 那么也感谢大家 在影片上鼓励烈融 帮我按赞 分享影片给好朋友们 并且打开小铃铛哦 好 好我想重点的部分哦 那么今天整个行情出现了一个 开高走低的格局 主要的逻辑就来自于廉价的这个效应 那廉价的效应整个行情开高走低之下 但是在K线上是一个星型 就是震荡幅度其实不大啦 因为现在已经2万点了 那你100多点 其实在K线上的格局震荡幅度还算小 还算非常小 那这边的话呢 整个前一天的红K线哦 转折一半的位置 其实并没有有效跌破 这个显然还是多方格局 怎么样的情况之下 才会真正的翻空呢 第一个你如果出现一个中长黑K线 跌破这个十日均线 或者是来跌破这个3月21号 3月21号长红K线 转折一半的位置 如果被跌破这才是翻空嘛 那基本上比较具体化来讲 就是20030啊 20030如果没有跌破之前啊 其实这个地方啊 相对之下它还是一个多方的格局啊 还是一个多方格局 有很多股票啊 具备一个个股表现的空间啊 个股表现空间 比如说热门股上来看啊 那么今天我们看到在几个族群当中啊 比如说你看到像伺服器啦 被动元件啦 或者说半导体族群 或是散热族群 或者说军工概念股 那这些族群怎么做一个看待 那4月份多头的重心 应该聚焦在哪个方向 好那么叶蓉来跟大家做分享 好比如说我们看到像这个 这个军工股的部分啊 军工概念股跟大家谈到的 像这个雷虎啦 好像这个益齐啦 果然连续飙涨 那这些都还是一个多方的范围 关键价位如果能够守稳还是续涨 那另外我在这个 曾经在这个 大概3月初吧 跟大家谈到的这个国具 约莫在这个地方讲的 大概560附近 那今天已经来到多少 来到这个628块了 好628块了 那主要就是一个低位阶的概念嘛 对不对 那如果你说老师 国具跟华星科哪一个比较强 那你来看嘛 那整个A指标数据 看谁有突破近期的高点嘛 那国具是没有 那华星科呢 华星科的部分 华星科的部分 来我来用电脑图来给大家看 好2492的华星科 我们来看一看 华星科的部分 你看到他在这个地方的一个位阶呢 你看他有突破近期的一个小高点 而且这个地方也有创高 他创高的位置跟国具比起来 来我们来看这个国具 跟国具比起来 你看国具很快就遇到压力了 但是华星科2492的华星科 在这个地方前面压力还蛮远的 所以显然什么 显然华星科在整理完之后呢 将来在下一波的走势当中 我认为他其实 整个股价的走势会优于这个国具 我认为是有这个机会的 好那么我们用这样来做比较啊 那另外的话呢 再来比较的是什么 散热族群的股票 散热族群的股票 比如说像这个奇红跟双红 怎么比较 比如说这个奇红的部分好了 奇红的部分 它是守在这个20日均线 但是双红的部分 它是已经跌破20日均线 现在正好拉上来 要来挑战这两条线 所以我说奇红的部分 这两天它要变盘了 它要么就拉出一个中长红 K线 要么就是再度的做一个拉回回撤 这个是要去做一个注意的 好那这个是 这个散热族群的股票 那伺服器呢 伺服器的部分你看了 伪创相对上今天是开高走低 但是守在20日均线之上 A指标数据 它这个量又有创高对不对 那同样A指标数据 有创高的是G加 它也不错 但是问题是它跌破了均线的 所以它同样的跟奇红一样 这两天呢 你要拉出中长红K线 如果没有 你变成要反应这个卖压 你要足第二只脚 因为这个A指标数据是有创低的 是有创低的 包括你所看到的这个 奇红是相对漂亮一点 它还没有翻黑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呢 看起来奇红跟G加 在这两天 应该是要呈现一个变盘的态势 这个热门股的追踪 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那大家如果对这些热门股 或是我们节目上面 有谈到的热门股 你想了解它的走势的 不妨大家可以加赖进来 来提问这个股票的看法 以及走势 晏龙老师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好那当然重点的部分 那么三月份的翻倍 计划是由三月六号 三月份的转机股的华裔开始 好华裔开始 那结果涨了30%上来 那接着呢在这个地方啊 那么我们啊 这个一档接一档之后呢 转进了这个 三月11号的原山 两天两次涨停 9点以前发讯息卖掉 卖掉涨停板附近 卖涨停板不是附近 那另外又转进了这个爱马仕 两趟都各20几% 那么所以呢我说 三月份的翻倍达标 怎么怎么达到了 就是一档20% 四档资金翻倍 透过这个模式来完成的 来完成的 所以呢如果你错过了 三月份的翻倍计划的 四月份的标股 第二档 它叫做文房市保 文房市保这档股票的话呢 它具备了题材性的话呢 第一个它也是 应该属于这个军工概念股 那另外它也有 伺服器概念股的 伺服器的这个概念 那所以呢这个地方的话呢 多题材性 多题材性 所以呢这个地方我认为 其实将来 它还有一个不错的机会 所以今天也欢迎大家 来做一个留言 来做一个留言 加赖进来留言 178加上手机号码 或者是178加上赖ID 那么可以来让燕隆老师 跟着燕隆老师 我带你一起进场 我们大家一起来发发发 好那另外的话呢 当然其实主要就是 逻辑观念 比如说 为什么我要 领先的去跟你预告 这个加币期 领着预告加币期 当然其实 大家在看节目 现在市场上 除了有牌的分析师以外 也有很多的网红 那么在这个地方去分享 数人在分享 分享股票 那你会发现股票太多了 你无从选起 所以重点是什么 重点就是在于说 你必须要找到一个 你很有把握的 然后低位接着股票 然后重压 而不是说 今天买张三明年买李四 这样怎么办呢 你对的可能只有买一张 错的可能买十张买一百张 这样是赚不到钱的 对不对 所以重点是什么 第一个你确认成功形态 那燕隆怎么确认 第一个你看到A指标数据有创高点 过去很多人买股票 为什么买错 因为你买的股票呢 A指标数据 它是没有创高点的 没有创高点表示什么 是相形格局 相形格局拉上来要卖 你没有卖 所以你就一直不断的报上报下 所以只要是A指标数据创高点的 代表这样来整理完之后 股价会创高点 有没有创高点 有啊 是不是这样子 那我在这里就跟你预告了 它是不是果然就创高点了 为什么 因为当时的A指标数据是创高点的 是不是 所以如果你报的是A指标数据有创高点的 那你就不用担心 你就分批成接 后面就会有连续大涨的机会 对不对 但是如果你报的是一个 这个A指标数据没有创高点 那你就要小心了 好不好 那你怎么会知道呢 那因为你没有A指标啊 所以如果你想了解你手上的股票 它到底是相形格局 会报上报下 高点到了要跑一趟 还是呢 在这个地方啊 将来它是有一个创新高的机会 你只要安心的报着就好 或者可以做加码的 你都可以来提问你手上的股票 它的属性到底 A指标数据有没有创新高 那当然包括你所看到的这个一拳 那么这个是我周报所提醒的股票 为什么会涨 因为这个地方0.19 突破到0.17嘛 A指标数据有创高 然后到这个低位阶 就跟这个一样 回撤到均线附近 这个叫低位阶 难怪今天会涨停板 这是2486的 这个一拳 那么就是这样一个概念 好所以呢 第一个重点就是确认成功形态 确认成功形态 那接着呢 在低位阶来做买进 确认成功形态 低位阶做买进 这样的话呢 股价就会创新高 这就是彦老师选股逻辑 这就是为什么三月份 四档资金翻倍达标 逻辑观念就在这里 就在这里 所以呢 其实彦龙老师这个方法说真的啦 就是用这个方法不断的复制下去 那这个方法就是彦龙在证券业超过17年 所发明的工具叫做A指标 A指标的三大重点是什么 第一个我会知道主力三大法人 那么进货出货的位置 甚至大股东进货出货的位置 好比说你看到 那么这个位置就是所谓 大股东进货的位置 怎么判断 就是A指标数据回撤前提 这个就是大股东进货的位置 所以你说为什么我前面要来跟你谈这个技嘉 为什么要谈这个技嘉 因为技嘉这个地方A指标数据是有创低点的 那他如果可以再来回撤一次回到前提 那他就是等同类似这个位置 好等同类似这个位置 这样知道意思吗 好这个地方我们来看 等同类似在这个位置 所以其实目前有一些重量级的股票 其实就是在等这只脚 那这个地方只要回稳了 他就会开始攻击 所以呢这就是一个产业的 一个股底的一个现象 产业股底的现象 那这个现象我会知道 那甚至股价拉高 那么在一个月到两个月过后 少则三五成 多则一倍到两倍的时候呢 出现这个现象的时候呢 他就是所谓这个什么 就是大股东出货的现象 也就是常常这个现象的时候呢 会有利空消息 或者是产业到顶了 那晏隆老师都会领先的告诉你 但是很多人会做错是因为 在这个地方啊 你的股价创新高了 数据没有创新高 你应该报的是数据创新高 回测买进嘛 就像刚刚的加币期跟一全嘛 你应该买在这里 将来股价会不断创新高 可是如果你现在报的是 这里的格局的话 他不只是相形哦 他极有可能两个月 要赔掉30% 50%哦 所以如果你想了解 手上股票的位阶的 也欢迎今天加赖进来 来做一个提问 晏隆老师知无不言 言无不尽哦 好 所以重点的部分是什么 我们利用一个成功的逻辑观念 在这次很开心了 三月份呢 资金如期翻倍达标 那所以呢 三月份的一个翻倍计划 没有跟上的 我们在这次的四月份啊 四月份 才刚刚开始 今天是四月一号 那么规划了两档 第一档是宏图大展 第二档是文房世保 那么这档股票的话呢 你今天只要加赖进来留言 178加上手机号码 或者是178加上赖ID 那么晏隆老师就带您一起进场 我们一起来发发发 好不好 好 所以重点的部分是什么 重点的部分是 现在加赖进来做留言 透过赖ID搜寻 或者是刷QR Code的方式 都可以来留言哦 或者说你想要跟 晏隆老师同步操作 加入会员的行列 也可以拨打2365的电话 或者是加赖进来留言 留下您的联络方式 那么晏隆老师会帮您安排 那么优秀的服务人员 来为您服务哦 好 那我想重点的部分哦 目前整个行情的一个变化上 多头聚焦 我个人看法 我一直帮大家追踪的 就是半导体的设备股嘛 半导体的设备股 那当然包括这个 3131的红数 那么 第一个 你刚刚看我的节目 那你应该看到老师说什么 说A指标数据如果有创高点 将来股价才有机会创新高啊 那请问红数有吗 有耶 红数有耶 那 这个叫红翼股 有没有 也有 好 3312的红翼股 那这个呢 这个叫做冬结 8064的冬结 也是半导体设备股 有没有 也有耶 还有吗 还有最后一档 他叫做 5443的军豪科 也是耶 军豪也是有耶 对不对 所以呢 你选股第一个逻辑 第一个选到成功的逻辑观念 就是有创新高的 A指标创新高的 然后股价第一位接 怎么判断 就是回撤均线 10日均线 20日均线 军豪科有 军豪有 冬结有没有 有耶 每次碰到这线就拉 有没有 那现在呢 假跌破之后呢 再度回复到这条线上面 代表什么 第一位接啊 是不是 还有没有 红翼股也是一样 他才刚刚 在这个地方 从这个10日均线 20日均线 才刚刚拉上来 对不对 好 那包括这个红数的部分 也是如此 也是如此 那当然最重点 他有他的题材性 他的题材性 比如说 3131的红数 去年美股 美国盈与21.5元 那今年有没有办法到32元呢 法人估计是有的 为什么 因为他在这个 Coldworth的这个 台积电 他是台积电的设备商嘛 台积电去年12月 Coldworth月产能 是差不多1.4万片 左右嘛 到今年年底 已经要扩充到 3.5万片了嘛 3.5万片了嘛 所以呢 对他来讲 法人认为 他今年的营收 将会大幅度 爆发性的成长 所以呢 美国盈与 渴望从去年的21块 扩增到今年的32块 再加上A指标数据 是有创新高的 所以你说这个股票 要不要关注他 当然要嘛 对不对 还有呢 包括这个红翼股的部分 IC通路股 以及这个 无线蓝牙耳机的 这个晶片 这个股票也是一样 那么在整个位阶上 相对低位阶 又有一个题材性 今年的美股盈与 跟去年差不多 大概是2块钱左右 那另外就是东杰 也是半导体设备股 去年美股盈与0.96元 那目前属于低位阶 指标还在50周附近 是一个多头强势的格局 还有呢一样 这个是5443的均耗 指标也在50周附近 同样是一多头的格局 所以呢 上述的股票 包括均耗科 东杰 或者是红翼股 或者是红素 那这些当然我强调 这些都不是明白 他不知道是猴年要动 还是马月要动 你不知道 但是没有关系 你今天只要加赖进来 来留言红素买点 或者是红翼股买点 或者是冬结 或者是军豪买点加一 那彦龙老师呢 就会来跟你做分享 好不好 好那重点的部分是 如果你错过3月份的 翻倍计划的 包括华裔 包括圆山 包括爱马仕 两次各20几% 那么一档20% 四档资金翻倍 一档接一档 领先预告的 如果你错过了 这个操作的朋友们 我也欢迎你 把握4月份 今天是4月1号 4月1号的开始 4月份的翻倍计划 它叫做文房四保 文房四保标股 今天只要加赖进来留言 178加上手机号码 或是178加上赖ID 彦荣老师就带你做进场 好不好 好所以呢也欢迎大家 那么在这个地方记得 把握这个4月份的开始 把握这个翻倍的一个开始 把握机会 来做一个留言的动作 来加入文房四保 178加手机 178加赖ID 来跟上我们的行列 也欢迎大家 那么加赖进来 透过赖ID搜寻 或者是刷QR Code的方式 加赖进来 那么彦荣老师 那对于任何问题的一个咨询 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那或者说你想要来跟我团部操作的 你也可以透过赖ID 来留下联络方式 或是拨打2365的电话进来 那么也可以 那也感谢大家来订阅我们的影片 按赞 分享 打开小铃铛哦 今天时间的关系节目呢 就进行到这 预祝大家操作顺利 谢谢拜拜 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各品有加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省省评估并自補投资风险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